剛才也有同事提到某個新區 我想特別提啟德區 剛才我剛才來完後可以上來 它周圍包著啟德的地鐵站附近 現在全部都是地盤 地盤的環境還有很多的洞 它的雨水是積積在這裡 現在很多的地盤是私人的地盤 我可以直接問你 你是否有些束手無策 這些私人地盤裡面積水有蚊 你怎樣去應付這些被跨了 有準備起樓的地盤 又挖了洞又有積水在這裡 那些完全的結缺 可能很清楚讓他們在這裡滋生 那這些情況我怎樣應付呢 麻煩你 是否議員 是關於建築地盤那裡 剛才陳議員想問 除了我們本身有2785個 包括727個是本身內部的職位 以及1968個是承辦商的職位 其實相對於2018年 我們用外判人手 我們其實加了17隊 有5%的增長 我們還成立了4隊 防治松鼠的視察小組 它是針對建築地盤 如果有蚊子滋生 他們會採取執法行動 以2019年為例 其實我們就住那些地的儲所 如果發現有蚊子滋生的 我們提出了173宗檢控的 其中162宗是建築地盤 而11宗是其他的儲所 除了檢控的工作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聯同勞工處 以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製作一些防蚊子人 給建築地盤承辦商及工人參考 即是除了檢控的工作之外 我們都有進行一些教育的工作 讓他們可以在地做好防蚊的工作 主席我補一句 剛才副局長和黃署長 都有特別說到人酒 加了多了 還有冒化的情況 還有你們經常在渠口上噴蚊油 但我想你們專業一定知道 逢親下雨就洗走了 就是沒用的 而我們現在下雨的程度 那個頻率 現在早了下 你看到早上兩個禮拜 所以你們加多了噴 或者加多了噴油 不代表你的成效高了 所以你們接下來要給我們那個頻率的次數 交一個清楚 你加了人手之後 是不是每次下雨之後 你就馬上去補 還是下雨之後 你隔了個幾天 才去噴油 這個都很影響整個控蚊的情況 謝謝